进来 经理 你找我呀 善善 你刚毕业没多久是吧 是 我来咱们公司才几个月 是这样的 我非常看好 这些刚毕业没多长时间的大学生 我呢 是这样想的 公司决定给你个大胆 是吗 经理 这进去太好了 善善 这次机会你可再把握住 这可是个一百多万的单子 到时候你要亲自过去谈一下 可能要出差一个斤左右 出差呀 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最好了 这个单子你要是谈成了 能拿到两万块钱的奖金呢 两万块钱 那么多啊 到时候我把资料发给你 你把奖方那边的资料全部看一下 都了解了解 行 经理 你放心吧 那你先去忙吧 好 经理 我想为您件事 善善 你进来怎么连门都不敲啊 我太装急了 就忘了敲了 说吧 什么事啊 是 这个月发工资了 我的工资怎么不对啊 发工资了 工资不对 找财务 找我干什么 财务让我过来找你 说都是你安排的 怎么不对啊 既然说它是我安排的 那就没有做 可是你明明答应我的 如果我把那个大病单签下来的话 会有两万块钱的奖金呀 这为什么没有了呀 你说这个事啊 善善 那个奖金本来就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是你亲口给我说的呀 我先问你 你现在签成这个大订单之后 你在公司的名声是不是都起来了 同事们是不是都对你另眼相看 是啊 那你在公司已经有了名声了 你还要钱干什么 经理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哎呀 善善 有些事情啊 你要想明白 名利啊 是不可能刷出的 我当时给你这个单子 是为了历练历见你 我当时要是说没有这个奖金的话 你会接这个单子吗 那你既然已经答应我了 那这个奖金就是我应得的呀 你出来大到 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 黎善善 你刚才想好了 这个订单是我给你的 我竟然给你这个单子 这个奖金应该归我 你怎么还想要这个奖金呢 这个订单我要是给别人 别人样子完成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高 经理 你把这个订单给我 我也感激你 可是 你都已经答应我了 这个奖金 你怎么具为己有呢 善善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你刚才想好了 这次的奖金你要是要了 下次我不给你单子 你签什么呀 怎么一直在这给我要奖金啊 这个经费是我给你的 这个奖金就应该归我 没想到你一个经理竟然说出这种话 我说这种话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质疑我 我告诉你 我是这家公司的经理 这个公司我说的算 我需要你在这吃吃花酒吗 我告诉你 你愿意干就干 你要是不愿意干 你就叫辞职蛋 你打报告我签签 行 你等着 气死我了 我就不信 我找不到说李的地方 我找董事长去 董事长 李珊珊 你怎么来了 来 里面请 好 李珊珊 快坐 这今天怎么来我家找我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呀 董事长 我来找你啊 是有点事 我想反映点情况 反映点事情 那什么事情呀 哎 我记得上个月 你可签了一个一百万的大订单嘛 董事长 就是为了这个订单的事来的 本来这之前啊 经理跟我说 如果这个订单能签成的话 会有两万块钱的奖金 可是这个月发工资啊 这两万块钱 他就不给我了 这怎么可能呢 咱们公司有这个规定呀 这个订单是谁签的 这个奖金啊 就应该是谁的 他为什么不给你呢 我们经理跟我说 这个订单是他给我的 所以这个奖金啊 应该是他的 他说 如果 我再给他要的话 以后这订单 他就不给我了 这怎么能行呢 这是公司的规定 他怎么能违反呢 李柯柯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 再回头一下 我问一下崔经理 董事长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调查 这奖金啊 已经落到崔经理 在崔经理的口袋里的 李柯柯 这件事情 我也了解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行董事长 那我先回去工作了 那好 你先去工作吧 好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谢谢董事长 不能不客气 李柯柯 我不送了 这个崔经理 怎么能这样做呢 这明明 在公司 这谁签了订单 这个奖金 就应该是谁的 他怎么能抓你自己的腰包呢 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 调查清楚 我现在就去公司 进来 崔经理 董事长 您找我 是啊 崔经理 今天我找你 是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嗯 不知道 董事长 我干办的都办好了 是吗 崔经理 我就想问你一下 上个月 你们部门的李闪闪 她不是签一个 一百万的订单吗 那个奖金 你是怎么分配的呀 董事长 您说这个事儿 这个董事长 交给我办就行了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这个奖金 我已经发下去了 但是 据我了解 那个奖金 没发到李闪闪的手里呀 这怎么可能呢 董事长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董事长 这点小事儿 就不用您操心了 崔经理 真相啊 您说的没有吗 真的真的 那好 李闪闪 你进来 董事长 坐 李闪闪 刚才崔经理说 那个两万的奖金 已经发到你手里了 你见到钱了吗 董事长 我一分也没有见到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财务查呀 李闪闪 有些事情 你要想好了再说 这个钱 到底发没发 崔经理 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想好了再说呀 董事长 我就是怕她给忘记了 这个钱我明明发了 董事长 我真的没有见到这笔奖金 行了 李闪闪 这件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我已经去财务那边看过了 你的公司单上 只有自己的公司 而且啊 没有这两块的奖金 崔经理 你让我说你怎么好呢 可不是李闪闪 一个人反映你这个问题啊 这其他员工 也都在反映 伺候奖金的事情 难道 这件事情 你不需要给我一个解释吗 是不是这些钱 都抓紧你自己在要班了 董事长 你别误会 这个奖金我确实发了 但是 我没有跟工资算到一块 我是 我是发的现金 发的现金是吧 那李闪闪 现在我问你 你收到两万块钱的现金了吗 我没有见到奖金 李闪闪 你可不要不像我 董事长可在这呢 李闪闪 你可别忘了 你刚来公司没多久 有些事情啊 你要想清楚 行啊 崔经理 我还在这呢 你又当着我的面 欺压下面的员工呀 你这什么意思呀 有没有把我这个董事长放到眼里呀 你听我解释 这事情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为了咱们公司考虑啊 我为了增加他们的积极性 你行了吧 别再解释了 你是为了你自己吧 这在公司开会的时候 我一再强调 发这个两万块钱的奖金 就是为了 激化这员工的积极性 你可倒好 把所有的钱呀 都抓进自己的药包 你那叫什么行为呀 你知道不知道 我 你是问你呀 崔经理 说不出来话了 我就问你 现在所有的那个奖金 这钱去哪啊 这钱当做公司的经费啊 当做公司的经费 你给我查一下 这个钱拥到哪了 崔经理 当初 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不配在这个公司当经理 我真没想到 能做出这么化妆的事情 竟然中网私囊 霸占员工的劳动成果 烂用之权 我看你这种人呀 不配在公司当经理 你还是离开吧 董事长 你别啊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改 以后你说什么 我就做了什么 以后改 崔经理 晚了 我给你多少次机会了 你怎么就不知道真心呢 这次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现在你妈给我毁难 赶快走 董事长 谢谢你啊 李莎莎 不用那么客气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 要不是有你的反应 我也不知道 这崔经理啊 竟然是这种人呢 董事长 我也没做什么 我就是想要回 我应得了奖金 李莎莎 你做的对 以后 在公司遇到什么事情 要及时的向我反应 行董事长 我知道了 那你赶快去工作吧 好